你希望能够你输入了第一个就是第一天 比如说每一年的第一天 假设2015今年的那个1月1号 那你希望能够快速的产生一整年的所有日期 然后最后呢自动再加上礼拜六礼拜天不同的格式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不过最好的方案是 干脆就按个按钮直接全部解决是最好的 不过当然这个是阶段性的 如果你还什么都不知道 那怎么你就按部就班 那要怎么完成这件事 第一个可能我们的顺序是这样 一先把每个月的第一天全部产生 第二个的话呢 在我向下 向下的话就是把下一个储存格 那因为日期基本上就是数字 里面就数字 所以你直接怎么样把上一个日期再加多少 加1就好了嘛 对不对加了1之后 那下一个日期基本上就会下一天的对吧 可是会有一些问题发生 那我们要逐步把它解决 那首先第一个比较简单是 二月的第一天怎么做呢 其实可以用插入函数里面的什么 这个月的第一天 那当然最快的方法 用哪一个呢 1day嘛 对不对 最快 OK 然后start day 相差几个月 一个月 按确定 因为你按确定 它自动会把格式也复制过来 好没有 OK 好那其他的每一天呢 拖拉过来 OK放开 不过呢 这是宽度嘛 对不对 所以你把这个范围 我习惯选取它 然后在常用里面 让它自动 格式里面有个自动调整蓝宽 对不对 调整蓝宽 让它自动调整到适当的蓝宽 这样就OK了 所以1到12月的每一天 全部都出来了 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会希望 因为这样这样的嘛 那你会想说 再拉过去为什么呢 因为向右拉的话 是向下是列号增加 向下这个A2 2会变3嘛 前面也做 可是如果你向右拉的话 那个A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B B会变成C OK 所以这个观念要有的话 就很容易理解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所以为什么 要锁定 向下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说 只要锁列号就好 因为向下 它只会列号增加 那如果将来你向右拉的时候 你不要让那个蓝号增加的话 就是在蓝的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就是把它锁起来的意思 因为后面我们还会讲到 有关大型式算表 向下向右 一次就可以做完了 那个怎么锁 我想后面还会再讲到 再来的话就是把上个这个这个储存格就等于什么 等于上面这个日期怎么样 再加一天就好了 就是A2加1嘛对按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呢 再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到32 那1月份应 1月份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1月份刚好是31天 可是如果你向右填满的话 它应该也是抓2月 2月2号 2月3号一直往这边抓 对不对 那你把它抓过来 向右填满 但是会有几个问题发生 有没有 3月份的 它不应该出现 可是却出现了 所以你等下向右填满 只要是没有31天的 都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怎么办呢 几个简单的方法 你想说老师 那怎么办最快呢 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让它消失 那可能有的同学最快的方法就是选举 大家按指令车 对不对 那当然就不用教了嘛 就直接 可是问题你叫不要一直按指令车 那不是最好的方法 而且有很多地方可能都要这样做 你就要变手动去delete 所以我们是希望 用向下填满 向右填满的时候呢 它不要出现 那如果不要出现的话 这个时候你必须做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 就是说当它那个储存格 向下填满的时候 它要比较跟它的上一个储存格 如果它们的month 它们的月份不同的话 那就不要出现任何东西 就是给空置串 两个双以后 那反施的话呢 那就产生我需要的A2加1就好了 可是公司要如何下呢 这个要回到原点 A2加1这里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A2加1先减下 先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呢 一样回到逻辑函数 if if什么呢 这个时候的话 因为我这个储存格是即将要产生的 那个下一个日期 还没产生 所以呢 if什么呢 mance 刮弧 这个mance自己打好了 不然你要再用超乎函数 那个我觉得反而不方便 mance 这个mance里面的跟上一个 就A2对不对 然后相比较 如果不等于的话 我的逻辑是不等于 那你也可以用等于啦 只是说那个最后的触报是颠倒而已 我习惯用不等于 不等于什么呢 mance 刮弧 A2加1 其实这个点子自己打也可以打 也就是说呢 这个是他原来的上面的日期 跟A2加1即将要产生的日期 如果不相同的话 那怎么办呢 不相同就是没有东西 反之呢 就是A2加1嘛 就是照原来的状况 你该怎么产生 你就怎么产生 这应该可以理解吧 OK 好按一个确定 那当然呢 他们上下都一样了 那当然就产生 这个应该没问题 拉过来的话呢 3月1号应该不见 不过呢 另外一个问题又会发生 什么 因为你mance 然后你结果你给他一个空的 那当然他会跟你抗议啊 说哎 你给没有给我东西啊 那个东西在 Excel里面就是value 你没有给我持啊 那你要教着如何判断 所以他会回来给你一个value 上面的那个错误讯息 OK 那可是呢 一般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再排除掉 如果那可能 在第二重 如果发生逻辑上的错误的话 那我还是把它过滤掉 过滤掉一样是双引号给他就好了 所以这一题变成说逻辑里面的再逻辑 那可是逻辑里面再逻辑 你想说那这一串怎么办 我的习惯这样再剪下来 反正以后你要做很长的东西 你就给他剪下来 然后再加再一直进去就对了 那插入那个逻辑判断 其实里面的话呢 要不就是用什么 用那个之前是用叫做 is isl is is什么的 这边有isl 你可以看到 isl这边有个value错误 那isl 这边有个value错误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用这两个 其实都可以判断出来 这个value错误 另外还有一个 不过我发现 这个跟这个 还颇麻烦 为什么 他外面还要再包一个if 才可以使用 所以后来我发现 在好像是新的版本 我发现旧的版本是没有 在逻辑里面 有一个这个if ifl这个就好了 因为呢 ifl 跟那个 if isl 用起来好像是一样的道理 而且反而更简化了 所以呢 我推荐各位用这个 他这个ifl 就等同什么 以前你用if 然后isl 这样的做法 那我们来试 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跟我要什么呢 要一个value 什么value呢 就是你要判断的 刚刚的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刚刚剪下来的东西 不包含等号的那个公式 一大串 有没有 刚刚这一串 有没有 你就直接怎么样呢 我刚刚是把它剪下 特别主要不要剪到等号 就刚刚这一串 你把它这样 贴到这个里面来 然后呢 如果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个value里面有 判断出有那个value错 或其他的错误的话 那你要做什么 所以底下会跟你讲说 value ifl的话 那你要做什么呢 空置串 那其实理论上应该是反思你要做什么 对不对 可是他其实很聪明 他知道 那反思你就是做原来的事情就好 所以他帮你什么 省略掉了 所以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ifl 还蛮 算蛮简单的 他已经把这个 逻辑上错误的这个部分的判断 简化许多 我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所以做完之后就变这样而已 按确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先判断mance 再判断错误 所以向下填满 OK 再向右填满看看 基本上这个就不见了 再来就向右填满 全部就一气呵成 OK 所以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 也就是以后 像常常会问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做很多步骤 当然也是可以 可是 可是毕竟 这个做 在资料编辑列里面做 毕竟不是非常人性化 因为你变成你要分阶段 所以我的习惯是 先判断第一个 再剪下贴上 再去判断第二次 如果还有 那再判断没关系 它其实可以判断非常多的次数 OK 那这个公式呢 我有最后也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所以如果各位要参考的话 可以到那个云端上面 这边有 我最后做完 有方法一 还有方法二 方法二 还有方法三 基本上我做了三种方法 第三种是最后那个 原来是这个 if is 你会发现 两个其实逻辑是一样的 可是呢 if 一重一重的 因为我觉得 if 好像就可以搞定很多了 那等一下的话呢 再利用什么 week day 做什么 格式化 比如说礼拜六 礼拜天不同颜色 那再来就VBA了 OK 大概是这样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第一件事特别主要 是e day e day 第一个先产生 每个月的第一天 第一个先产生 每个月的第一天 用e day 函数 再来就是A2加1 然后再来就是判断是不是 他们是不是同一个月 如果同一个月份的话 就出现 不是同一个月份的话 就给空置串 OK 然后再来就是利用那个if air 因为我有方法123 所以各位可以自己 try一下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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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